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到宋刚男女泡体频道 我们今天要带大家来看一看 魏玉兰山的这个天然日式温泉 其实我们已经来过这个温泉很多次了 但因为现在这个温泉越来越流行 然后老板就一直扩建它的那个池子 所以我们今天要带大家来看一下它有什么新的户外设施 是龙神汤 我一直都以为它叫龟神汤 来了每一次都叫人家龟神汤 那因为它是非常传统的日式温泉 所以呢我们等一下进门的时候呢 他们会要求你脱鞋子 然后要过一个小池子 那这个过小池子的意思呢就是 要清除掉你所有不干净的东西 才可以开始去泡他们的温泉 走吧 我吃海豹 我吃海豹 你为什么不是害羞 因为我不会害怕 你要用你的那个胸肌上镜吗 胸肌 有吗 有 有 我上半身好冷喔 嗯 我上半身好冷 可以泡一下 我们现在泡的是第一个池子 38度的 我觉得没有可以热 对 有点 不太热 对 但是这个这个池子是我之前来的时候就已经有了 然后 听刚刚门那个店员介绍 现在开发了很多新的池子 而且都很有特色 像弄什么小木桶啊 然后在石头里面跑文圈 等一下就可以去看 等一下就可以去看 我们现在要带大家来看 洞穴汤 你看那个水深吗 我们现在在第二个池子 第二个池子 第二个池子 就是这个洞穴汤 就是它这个洞穴里面有很多这种 不痛式的泡汤 很适合跟幸运习惯 现在要带大家去看它新建的区域 走吧 首先会先吃过一个这样的桌子 我感觉泡完温泉我的皮肤都变好了 好嫩喔 看我皮肤 我皮肤比较好 白白嫩嫩的 你泡完温泉的功效是什么 就是从黑变白 我泡完温泉是我的痘痘粉吃闭口都没有了 不化粘 不化粘 这边是山上 所以它很冷 其实现在大概四度五度 所以你在外面的时候是很冷的 在底下是很暖的那种感觉 会有冰火两重天的感觉 我有机会要去冰岛 靠一下那个更夸张的那种感觉 约上我吗 看你表现的 看我表现 这个洞穴温泉也很酷 也是在山洞里面然后有很多这种小池子 可是它不是很烫 我烫成一只狗 你是一只猴子 欸你看看 我一只猴子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差不多泡了所有类型的温泉 那我个人是觉得它破章之后呢 会有更多资能的空间 就不像以前只有那种大池子 然后你要跟很多人一起去 它现在都会有很多各种类型 然后因为它都是我们时段去的温泉 所以就是完全可以像是在这样子 圖上这一点点 然后我们等一下就要能够吃它们的鱼食晚餐 我们现在要带大家去看一下室内的泡澡还有蒸拿房 哇 烟雾缭绕 它的蒸拿房 我们泡完一早 然后现在有吃它的晚餐 6块钱奥比的orange juice 为您献上 太困了我先不明 只要是痛苦了就是泡完很爽 还要靠一下两个多小时的吃了 这就是传说中蓝山的鰻鱼饭 超推的 这个鰻鱼饭它吃起来跟外面的鰻鱼饭真的感觉很不一样 你要撒这个粉 可是它这个粉撒上去会更增加它那个鲜味 一口鰻鱼一口饭 它这个真的很油 那个油脂 整爆发在嘴里 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吃吗 真的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它这个跟别人的鰻鱼饭不同 就是它烤的那个酱料 口味很特别 我点的这个是他们的叉烧肉乌冬面 我第一次吃的没有吃过 现在吃一下 它的菜单上面显示 经过了8小时熬制的叉烧肉 有两大片 其实还蛮大的蛮多的 嗯 肉汁很鲜耶 我觉得可能没有那么烫 因为我放了一会儿 但是它的肉真的超级鲜嫩的 而且它的那个叉烧炙烤的香味也很濃 它也很好喝 甜甜的 这一口给你 好 我们最后一道的芒果斑鸡 Mango Mochi 糯糯香香的 嗯 好啦要结束我们这个小长家很完美的一次 温泉之旅 吃饱喝足 然后要上路 开两个小时的车程会吸溺了 那我们这次影片就先到这边咯 那如果大家还有什么好玩的地方 记得在下面留言推荐我们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